就是傳說中 余秉諺家 黑暗榮耀的更衣是 太厲害了 當初我就會想說 什麼黑暗榮耀 想說大家都有在講什麼是不是 對 那後來就是當真的 自己看到黑暗榮耀裡面的橋段 片段的時候才發現 對 的確是一模一樣 只擦在是不是界面而已 真的 真的很像 因為也是這樣子兩排 然後很大氣的感覺 然後旁邊可以放很多 包括包包 飾品 帽子 其實旁邊也都是 余秉諺跟太太的手藏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其實 我的工作跟太太 當初以前的工作 因為太太以前也是模特兒 對 然後再加上 雖然現在她轉做直播了 但畢竟還是個愛你的女孩 所以那東西一定不少 那我的工作呢 光西裝就快五十套 那再加上其他衣服的話其實 五十套 真的很多 我原本以為我的衣服 會比太太少 結果我會比她多 大概快兩倍 真的假的 歡迎來到秉諺的溫馨好宅 這好大喔 其實在我們的預想中 還少了那麼一點點 但目前還堪用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跟設計師調配之後呢 希望說我們可以達到 我們想要的空間跟配置 是最完美的狀態 真的很完美 因為一走進來 大家的視覺 主視覺就是三個顏色 就是黑白灰 那秉諺妳是特別喜歡 這樣的一個風格對不對 其實當初跟太太 我們討論完畢之恩 因為我跟太太 為什麼我們可以走到 今天來講的就是 因為我們的想法的一致 所以我們喜歡的風格 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 就像我們平常生活一樣 其實我們算是比較 邊緣化的人 我們沒什麼朋友 沒有什麼太多交集 真的嗎 怎麼可能 所以工作完畢就好 真的啊 我們沒有什麼圈內的朋友 就是你比較開心 回到家 就是比較宅的那一種 對 我們就是個 完全的宅男跟俘虜 所以比較喜歡宅在家這樣子 對 所以那工作完畢回來之後 就希望回到家 就是有一種放鬆的感覺 那我們其實也很 很享受質感 我們進來吧 對 因為很喜歡 享受質感的感覺 所以會覺得 到了家裡就像是 到了飯店度假一樣 所以那種風格 就希望我們在家裡的感覺 可以是一種 飯店式的風格 我覺得有那種精品飯店 對 那當初跟設計師討論完畢之後 就覺得說 我們其實喜歡 黑白灰比較時尚一點的感覺 但是當初 但其實實際進來 並不會覺得說 你家很暗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 它用了很多灰色去中和掉 包括我看你整個地板 是這個大片的 這是什麼樣的 是它磁磚嗎 它其實就是 非常大片的石銀磚 我當初希望 希望它是可以無接鋒 但是還是稍微保留一點點 因為畢竟就是 它空間 空間感 然後另外 畢竟台灣是多地深的地帶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 還是要保留一點點它的 存久的空間 那是你平常呢 秉諺就是這樣回到家 然後舒舒服服的 坐在你的按摩椅上 然後可能喝杯小咖啡 喝個小紅酒這樣子 就是 今天 我如果是要演戲 或是明天要打戲的時候 我就會坐在這裡 想看看明天我要說什麼 不過有可能 這樣坐坐我就睡了 好 好 那現在要來看到 就是秉諺家的開放式廚房 他們家的開放式廚房 一樣是非常的大氣 可以說是霸氣這樣子 先來講講這個中 這是算中島嗎 還算餐桌 中島 餐桌 開會地方 聊天 都行 這個很長耶 它是整面這個 黑色大理石這樣切割的 對 其實當初並不是這一塊 當初是因為覺得說 差不多只要是一個黑色的壓克力 其實也都沒有問題 那後來看完整體的規劃之後 那其他地方都已經做得很完善了 看到這裡就會覺得 就覺得不對 不用他說 他如果說不用他自己講 我說對 我自己看到 我都覺得好 那就換吧 你決定是什麼就是什麼 還有這個 開放式餐廳這邊的 有一個很大的亮點 就是你們的婚紗照 對 這個婚紗照 當初其實原本也是要打理石的 但後來想一想 價錢很高 後來跟太太想說 我們其實呢 在家裡某一些裝飾 就覺得到時候 我們可能放一些不錯的畫 應該會滿好的 後來想一想 有時候可能也會放一下 自己的婚紗照之類 然後不一定是像這樣滿版 可能是某個像照片放著 就想那如果我們把它變成一座 像藝術郎的感覺 然後整面這樣搶的話呢 對耶 這樣煩不浪噹 也少了幾十萬吧 這其實有一個 省錢的妙招 就是你看這一面 如果也要做大禮食的話 真的幾十萬跑不掉 對啊 但是換成婚紗照的話 挺好的 省下來囉 好的 各位 趕快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就是傳說中 余秉諺家 黑暗榮耀的更衣是 太厲害了 當初我就會想說 什麼黑暗榮耀 想說大家都有在講什麼是不是 對 那後來就是當真的 自己看到黑暗榮耀裡面的橋段 片段的時候才發現 對 的確是一模一樣 只插在是不是見面而已 真的 真的很像耶 因為也是這樣子兩排 然後很大氣的感覺 然後旁邊可以放很多 包括包包啊 飾品啊 帽子啊 其實旁邊也都是 余秉諺跟太太的手腳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其實 我的工作跟太太 當初以前的工作 因為太太以前也是模特兒 對 然後再加上 雖然現在她轉做直播了 但畢竟還是一個愛女的女孩 所以那東西一定不少 那我的工作呢 光西裝就快五十套 那再加上其他衣服的話 其實 十套 真的很多耶 我原本以為 我的衣服會比太太少 結果我會比她多 大概快兩倍 真的假的 好 趕快來到我們看一下 而且這邊還特別 坐了一個這個 可以 修氣區 或錯或站 對啊 我覺得加了這個 真的很有機感 當初的想法 其實也是因為這樣子 如果有朋友來家裡 或者是太太的朋友來到家裡 想要來到這個空間 想要看 慾望城市的那個 凱莉的衣櫃 也 就是可能 就是稍微看一下 她的一些小收藏 或者是一些衣服 小配件的時候 那可以坐在這邊 講講話 然後聊聊天 好可愛喔 延續這個黑色系的風格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秉諺的健身房 我們該說是 秉諺的小天地 真的耶 你平常都在這邊運動嗎 對 很明顯 你都不用再出去 什麼報名那些什麼課程 也不用去什麼公社 你們家自己就有健身房 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現在其實社區 它有它的公社 那公社一定有它的健身房 但是健身房大部分 都是提供的是 比如說跑步機 那跑步機 對 OK 那你說下去跑步 那就好 但如果我們真正 其實像我以前 就是在專門練身材 希望自己線條美的話 那當然 一定是需要去健身房 做重訓 那每天這樣跑健身房 我們有時候回來的時候 可能都沒有時間 休息睡覺 對 空間裡面 會跟時間都非常不足 那在時間不足的情況下 你又希望來個兩下的時候 在自己家那邊游就好啦 多方便 很開心喔 今天可以來參觀秉諺的家 這個黑暗榮耀的家 非常的有質感 非常漂亮 那我也很想要請教你 就是當初 為什麼會想要在 林口這邊買房子 你覺得可以出手買房的 關鍵點是什麼 為什麼選擇林口的原因 是因為台北市大家都知道 地價太高了 就是寸土寸金 你要買一個好房子 你想要平數大呢 價錢太高了 那對我來講 我也是喜歡開車的人 距離對我來講 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並不是說太南下 它只是在邊邊 就是在新北市 一樣是在台北市 可以生活空間的範圍內 那選擇到了林口之後 我可以用距離換取空間 為什麼不好 大家都看到了 一回到家來 這個空間感 可以讓自己很放鬆 很舒服 我覺得這就值得 沒錯 沒錯